第八组动作一共有四个动作 转身斑斓锤 如风似臂 十字手 收拾 好 请看正面的整组演练动作 转身斑斓锤 如风似臂 十字手 收拾 这四个动作呢 大家看 我们出现了另外一种手型 就是拳 咱们说转身斑斓锤 在前面呢 我们出现了有掌 掌是最多的 我们几乎每个动作都有掌 那么这里呢 我们出现的是锤 前面还有一个勾手 勾手是五指尖捏拢 勾肩冲下 那么拳呢 是四指握拢 拇指扣住 扣在自己的第二指节上 中指的第二指节 注意 那么拳呢 大家看 不要很紧 但也不要很松 有的人容易握空心拳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一定不要握空心拳 自然微弱 那么太极拳 尤其是阳式太极拳啊 它动作呢 比较舒缓 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积极含义 我们每个动作都有它的积极含义在里面 空心拳是不能打人的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要有攻击对方的意识 肯定要握实心了 才能击打到 力气贯穿到你的拳面上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握实心拳 好 那我们从闪通背往后坐 大家看啊 它的运动路线 后腿放松 同时转腰 转体 右手向下松落 变全 左手向上起 弧形向上起 左脚一脚跟围轴扣 然后重心再回到 左腿的同时 左手下落 右手收到自己 左肋侧 同时提起右脚 然后翻转 转腰的同时 右拳从体前 翻转过来 变成全心向上 全背向下 左手 扶在自己身体的左侧 大家看 左侧 那么不要形容向前 够 扶在身体的左侧 眼睛呢 看自己的正前方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正东的方向 转过来 注意 松胯立身 转 转腰 戴手 这时候右拳 内旋手 左手向左外走弧形 转腰提顶 白手 上步 右拳收到腰间来 这时候右拳呢 右拳内旋之后 再外旋收到自己右腰侧 左手在自己体前 左手回收的时候 右拳往前击打 注意 击打 不要直着走 而是松沉 落脚 向正东的方向击打 拳不要太高 左手 扶在右手臂内侧 小臂的内侧 拳击打出去之后 左手 在自己右臂下 穿出右手 慢慢变长 外捧手 再回捧 如风似臂 注意 再回捧 不要粘 回捧 抬起脚尖 落脚 向前 推出去 这时候 冲着正东的方向 后背和前手 由前推后 以靠这里分开 立身 中正 那么我们前面坐的时候 也是一样 闪通背之后 看 有的同学就如意 身体向前倾斜 然后一歪头 一歪 这是很容易出现的 然后大家坐的时候 为什么呢 怎么就出现了歪头的动作 你看 一歪 一歪身 一歪头 身体一倾斜 头也就歪了 所以我们再坐从正方向看 闪通背之后 重心 后移 大家就从侧面看了 转身 靠脚 身体还是自然的 直立的 这个胯跟 还是松沉的 不能上顶 松沉 寒胸 把背 再左转的时候 还是压住 重心 两手合劲 合劲过来 再扳的时候 从侧面看 再扳的时候 翻转 注意这个胯 翻转 我们不能说 不转胯 你看 就形成歪身体 一定要把胯都转过来 意识到自己全面 扳 外范围扳 也就是对方过来的拳 你可以扳开 把他的拳扳开 你再去击打他 你只有把对方的来势 化解了 你才能去击打 所以 扳 注意身体的中正 然后 拦 上部还是正的 也就是说 向正东的方向 那么 垂 去击打 我们在做的时候 不要形成 右肩 向前倾斜 左肩 提起 都是松沉的 那么 如风似臂 坐的时候呢 大家看 如风似臂 忠心后移 有的人往后倚靠 形成向后倾斜 突腑 一定要注意 胯杆要往下松沉 形成倚靠之力 再往下按 按到腑前的位置 往下松 再走一个下弧形 再向前松出去 形成如风似臂 松手 手腕放松 但不能说完全搭了 而是放松手腕 扣脚 注意 这个左脚 扣到正南的方向 右脚呢 再继续外掰 也就是说 你重心已经移到右腿 但是 它还要继续持重 往右膝前方掰脚 注意两手也不能太平 微微前松 但也不要太撑 伸展开来 再扣脚的时候 右脚以脚跟为轴 脚尖内扣 再往左走 这时候提一下右脚 将重心慢慢固度到 两腿的中间来 两手形成十字交叉 十字手 那我们做的时候呢 将重心移到左腿之后 大家看 我们注意 两手慢慢向下松落的同时 扣右脚 重心移到你左腿之后 还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注意胯跟位置 不要突出 一定要撑胯 因为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形成突胯 就因为腿感觉比较累了 自己就形成自我保护 就会突胯 突臀 踏腰 形成这种动作 所以一定要正身形 身形要正 重心移到左腿之后 慢慢起 用左腿 蹬起来 形成十字手 转正 别歪了 慢慢转正 十字手 别遮到自己面 稍微的低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两手 内旋手 内旋手 一面内旋 一面外撑 千万不要内旋一抹落下来 不行 内旋同时 沉肩脊就松展开 大家从侧面看 内旋的同时 背往后一靠 但不要突腑 一定要立腰 微微的松沉 肩肘 手形成好像有点 微微的下弧形 不要直臂 肩肘要松沉 眼睛呢 看着前方 越到最后的时候 你的精气神 一定要充分体现出来 那么眼睛看前方 收住下额 肩肘向下松落的同时 外旋手臂 收到自己大腿的两侧 重心平移到你自己的右腿上去 注意不要晃收回来 不行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两脚因为形成小开力步 那么我们在收回来的时候 形成并步 那么这个过度呢 注意 我们如果右腿没有什么动作 就会直着压过来 再回来形成一个歪斜晃动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这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右腿有一点点小动作 那么它在做的时候 右腿稍微的松一下 腿膝盖这个地方呢 微微曲一点点 然后提起左脚脚跟 慢慢过渡到脚前掌 然后收回来的时候 两脚并不踩脚前掌的时候 右腿再自然的松直立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不会有左右歪斜的动作 所以呢 这个动作做的时候 注意右腿发生变化 那跟我们起式的时候也是一样 起式的时候 右腿也是微微弯曲一点点 开步 那么收的时候也是微微弯曲一点点 然后收回来 那么这是它要点 我们下面讲一下它的用法 好 那么从闪通背转身搬篮锤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这儿走的时候 搬篮锤 顾名思义 右手搬 左手篮 那么锤呢 就是我们的拳 所以锤合打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在做的时候 大家看啊 转身 右手向下松落 然后合着的时候 然后合着的时候 注意右腰 微微左转 腰 合上肌 搬 对方的拳过来 我把它搬开 往外搬开 搬开对方的拳 左手拦截对方 所以它有一个像右侧的 好像是拦截对方 人家来了 也不能直着回带过来 对吧 拦截对方 将他的力 偏到自己身体的右侧 他直着过来 拳头直着过来 那么我的掌呢 就给他 将他的力点发生变化 力的方向发生变化 那么拦截到自己身体的右侧 他的右拳 我拦到身体右侧 然后去击打对方的腹部 以及胸部都可以 那么怎么击打呢 合手 那么合手的时候 这个拳是拦截了 也可以有 最后有向内撕拽 撕拽也可以 去击打对方 用自己的右拳 所以形成 斑 拦 锤 斑 拦 锤的用法很简单 那跟他的这个名字很相像 斑 拦 锤 好 如风似地 大家看 我用手引带对方 那人家比如说双风观耳过来 你可以趁着他的两手的向内合的劲 你的手可以撑架开来 带他的劲 将他的劲化解在你自己身体的外侧 然后再去前推 那么在前推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 他因为你的他的手已经被你带开了 那他的空档就给你了 那么你无论是推胸也好 推斧也好 都可以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还手的这个余地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是带开以后再去推 那么这是如风似壁 十字手 两手合过来 有撑架之力 注意 这个时候你的撑架可以架 可以外棚 那么你的后背一定要注意 不要光去做 后背失去重心 那人家就把你带开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前后的对称 左右的对称 那么最后的收拾呢 有下踩 下按 之力都可以 那我们起事的时候也是 起 有上捧 用手捧接对方 那么下按呢 最后收拾 有下按 或者是踩 都行 那么根据不同情况而定 你在做踩的时候 踩接对方 一个手踩 俩手踩 踩接以后再去进攻 那我们在做按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下按住对方 好 那么这是他这几个动作的呢 用法 那么请看背向的 整组动作演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